我们家母鸡最近下的蛋总是不翼而飞 只剩下一地的鸡蛋壳 虽然不知道是谁吃 你拿鸡蛋那个兴奋劲 你先测试一下 看到底是谁吃的 起来 起来 你看 都不敢看了 都不敢吃 想吃不敢吃 看到吗 看股丁 我再跟了 看了 我得翻译 看到他们装走无辜的样子 雪凤决定监视一下他们 看看到底谁是最回货手 一会儿就能看出来到底是谁 雪凤故意放了两个鸡蛋 本以为布丁小黑各吃一个 没想到最后的结果让我们很意味 饿了 吃点东西 怎么又吃了螺蛳粉 你这几天天吃不腻吗 这个抽饱螺蛳粉 肉吃一年都不腻 里面的大天腐竹 比我手掌都大 一口包汁太肥了 你看 他们加料超级多 豆角腐竹酸笋花生 又脆又嫩 吃得特别过瘾 搭配着鲜辣酸辣的汤汁 一缩一个不止声 太好吃了 来你尝尝快 又重又辣一鲜 和米白白粉吃多辣 是吧 果然是布丁 你的脑溜不跌 过来 你来干什么 刚才干什么了 我告诉你 他客户装无辜了 是不是你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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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不跌 你别求助我 这鸡蛋壳是不是你吃的 四个蛋都让你给吃了 要不然说到这两天这么胖的 今天吃四个蛋 哈哈哈 羊吃我的草 狗吃我的蛋 羊吃我们的菜 羊吃我们的蛋 羊吃我们的蛋 把我们吃的东西 你们都给吃了 我说最近怎么发现布丁 一直在鸡笼旁边守着 原来是他收着人家的保护费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家豆豆这个情况 是不是快要生了 今天回来的时候 看到豆豆就成这个样子了 他还有六七天才到预产期 但是根据他刚才的样子 我查了一下就是临产的症状 我现在为了东西他也不吃了 来豆豆 稍微吃一点 今天早上好像就没吃 我现在还是不吃 就怕这几天马上生产 所以刚才又专门去给他准备的东西 这些护垫 包括这个羊奶粉 还有这个灵质精华 都给他准备一些 万一生产的时候可以用得到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预产期一直不到呀 没到呢 我刚才从网上查了 就是他这个症状就是要生的症状 很多朋友都说 生了小狗生产的时候不能再封条 但是我们这里接近都是持续高温 你看 都是四十多米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是让它在户外还是在屋里 现在我们的心情是又紧张又期待 希望豆豆能够顺利生产 同时也很好奇 豆豆生出来的小狗 到底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 我们家豆豆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 你看这肚子多大 今天决定把毛给它剃一下 因为天气太热了 也不能一直给它洗澡 这会儿就先给它喷点水 跟你爸一样 得先把它打湿 能弄湿不弄湿 它这个毛 一会儿倒出了 所以一会儿给你剃 剃话 别动别动 快了快了快了 家里边这毛孩子比较多了 我都快撑剃头匠了 你看豆豆多听话 一动不动的 对 多好 我记得之前给莱佛理发的时候也是 莱佛也特别乖 天哪一辈 电是没电了 拖电线也找不到了 小工准备去找充电细节 豆豆你在这待会儿 一会儿就回来了 你们说这夏天生小狗的话 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 我也不知道 应该准备什么 有经验的朋友 可以给我参寿一下 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又找了一个腿子 还是不能用 她要当奶奶 对 她当婆婆了 不 对 她当奶奶 当奶奶 它的毛还是比较厚的 剪完以后就不会那么热了 要不然到时候生产的时候 太热了 对 做叶子也做不好 又花了一笔鸡子买来个新的 这次茶是火店 这次要再提不好 就是我的原因 不是 你看 你看 不能再找借口了 有时候还要给金门 所以 干脆买个好点的 对了 这个推得舒服吧 给你看 嗯 嗯 你都亲了快去了啊 对你温暖的心 就像领寸 大方是黑暗的光明 看她贴完毛跟小鸡 跟一只小鸡一样 看多像啊 好了好了 起来了 总是躺着不动了 再起来 起来 起来 下来走走 下来走走 走两步 走两步 兜兜现在 这水像一只小鸡 嗯 像羊羹 正好她也没有尾巴 嗯 好看呢 哎呀 你说她现在肚子这么大 她走路的时候 会腰疼吗 胯骨疼吗 谁知道呢 哎呀 今天我们再去医院看看 看需要给她买点啥 你看她肚子多大 嗯 哎呦 好了 登登 看一看 她不高兴了 太凉快了吧 啊 现在凉快了吧 没想到我们花三万元改造的小鸡 现在竟然能赚一人多万 这可比我们卖鸡串赚钱快多了 我们昨天卖了八十元鸡串 才赚了二百块钱 昨天有一个外地的朋友找到我们 说他一直在大城市里做生意 很向往我们小鸡的生活 他想以每年五万的价格 把我们小鸡租下来 联系租完二十年 但是我们小鸡的所有设施 都得给人家留下来 虽然我们以前在小鸡里 几位粉丝们打造过一间客房 但是我们是免费的 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小院 竟然还能价值一百多万 如果这件事靠谱 我们还得搬出去 已经在这里边住了两年了 真有点舍不得 不然这里边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亲手打造的 想想也是 我们刚回来的时候 这里还是一片狼藉 是我老公花一整年的时间 才把它造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小院里有小花园 菜园 凉亭 鱼池 还可以在小院里用大锅 做各种各样的美食 说真的 这种生活 我是真的不想离开 但是换个角度想 如果我们有了这笔钱后 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尤其是夏米 不用每天辛苦出去摆摆摆鸡早前 关键的是还有这群毛孩子 尤其是布丁 特别调皮 真怕换个环境的话 他们会生活不适应 现在我们真的很纠结 到底该不该租出去呢 上个视频我们说 有人要花一百万租下我们的小院 我们一直在纠结 要不要出租 没想到我们熊里区却炸锅了 有一部分朋友 支持我们租出去 说雪峰动手能力强 我们还可以再找个地方重新改造 这样一来我们拍视频 就又有新素材了 还有部分朋友不建议我们租出去 说一次签约二十年 时间太长 而且租金还是三年一给 这期间变故太多 就怕我们上当受骗 自己辛辛苦苦打造的小院 到最后再破烂不堪得不偿失 我们两个也深度考虑了一下 最后决定不出租了 毕竟住在这个小院里的 不只是我们 还有一群可爱的毛孩子们 这里也是他们的家 钱我们可以慢慢地赚 我相信这要勤劳肯干 一切都会有的 今天我们用加把力 做来一百六十斤的鸡爪 一会儿我们还要早点去出它 很感谢朋友们给我们出的 诚恳的建议 我们下午见哦 今天天气不热 孩子们都回来了 我买了这龙虾 做点龙虾吃 我会夹你的了 先用清水吧 冲洗 因为我媳妇这几天不能吃辣的 所以做一个五香的 做一个辣嘛 麻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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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刚 今天刚下完雨 现在这个天气 在小院里边晚上 吃个小龙虾配啤酒 特别爽 吃小龙虾哈啤酒 想想就爽 还没做好的 就有人来了 好 好有口味啊你 孩子们吃一定要处理干净 所以这种虾也得掐头去尾 给你温暖的 心中 我看我一眼 做你好了小龙虾 又签起来一遍 走 又没上游户 做龙虾还是我老公做的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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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手菜 加入葱山姜的香叶 加入葱山姜的香叶 加入葱山姜 来点葱 来点酱油 啤酒 一瓶 撒点盐 来一勺白糖 半包十三香 OK 咱们炖一下 炖一炖一炖一炖 我一直以为这个小狗怀孕啊 第三个月 没想到昨天发的视频 很多朋友都说 小狗怀孕两个月的运气 这样算算日子 我觉得 豆豆差不多 还有十多天就要生了 十五 我们家的天然冰箱 给水酒里面冰上几瓶啤酒 哈 在这儿 喝温馆了 好嘞 让它冰上一会儿 好了 一会儿喝冰趁啤酒 爽味嘞 没爽味啊 龙虾就越 越喝越有 呀 宝贝回来了 一 二 呀 两个宝贝都回来了 小狗狗 小狗狗 这是豆豆 你不认识啊 这是豆豆 他剪毛了 他肚子怀孕了 他剪毛了 不认识了 好了 哇 香气不泌啊 你人小孩 来 来 来 宝贝 来 吃小龙虾呢 哇 来 尝尝尝尝 快 爱是那样紧难 让人嫉妒 真香吗 宝贝 特香 你爸的手艺怎么样 特别好 好吃吗 宝贝 好吃 爱相爱的过渡 过我们的幸福 放下包袱 最简单的幸福 没有毒 当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吃到 这么好吃的桃子 我们小院里的桃手了 今天要把它们都摘下来 咱的桃再不摘 就掉完了 哎呀 现在突然碰一碰就会掉 精心照顾了两年的桃树 终于在今年开花结果了 虽然芥的不多 但果实都很漂亮 今年的桃 芥的虽然不多 但是每个都大 红的发紫 这只都断了 这只都断了 压弯了 桃子没结多少 树枝却被压断了 哎呀 回哪儿 否则 鸟吃掉了 鸟吃掉的 都跟它留在上面 让它吃吧 嗯 那好 哇 水蜜蜜 嗯 我来来 说 太甜了 这种的感觉 这条做出来的罐头可好吃 我觉得不用放冰糖 就很好吃 因为它太甜了 嗯 哈哈 哈哈 你吃 狗也喜欢吃桃子 吃 馒头一样的大小 笑嘞 让你洗桃呢 你来吃个不停 三个吧 你洗下三个吃啥三个你 哈哈 这可以当瘦头了 你看多好看 嗯 太好看了 嗯 太甜了 这是茅桃还是水蜜桃啊 咱这水蜜桃 咱 咱水蜜桃 它这个是一口豹汁 养一口豹 茅桃和水蜜桃 我分不清楚 茅桃吃的硬 不定吃的已经是第四个桃了 今天中午你还用吃饭吗 不用吃饭了 我感觉 你说咱们这个水果类能吃多少钱 这个水果类啊 我觉得怎么也得 大几十块钱吧 几十块钱不给你 这桃多好看 嗯 今天老公要做我们当地磁县的一种特色美食 只要来到我们磁县的朋友 没吃上这个都会留下遗憾 这道美食几乎只有我们磁县才有 对 想吃的只能来我们磁县 对 好多来磁县旅游袋还会带脸的回去 嗯 做这道美食一定要选用里脊肉 切成小块后放入绞肉机里打成肉泥 开始调味儿 放入葱姜 盐 鸡粉 十色香 蚝油 这道美食的灵魂就是这个香油 香油一定要多发 最关键的一步放入红薯淀粉 红薯淀粉和肉的比例一定要是三比七 加入淀粉后和肉泥抓拌均匀 然后朝一个方向搅打上劲 它这个是搅得越上劲 越搅越上劲 对 它蒸出来它那个口感就越Q弹 把搅打上劲后的肉泥平铺在笼屉上 然后在肉泥表面拎上一层蛋黄液 均匀的涂抹开 上锅了 嗯 好了 大火蒸40分钟就好了 刚把美食装上锅送快递的来了 前几天 婆婆在我们小月住的时候 说晚上睡觉不舒服 没休息好 老公就给婆婆换了一张新床垫 嗯 舒服 而且一点噪音都没有 这次咱妈来啊 肯定能吃个好笑 嗯 这个是空气千微内心 又软又弹又透气 国内只有半马家在做这个床垫 支撑力强 对腰也好 换上这个床垫 咱妈一定不会再说 睡觉起来腰疼了 其实一道开锅 哇 好看了一点 走起 啊 不定 不定了 是的 不定等不及了 不定都过不及待了 好香啊 香味扑鼻是吧 这道美食 它必须要搭配上一个灵魂蘸料 吃这个 一定要配上这个芥末酱 窜鼻子拉眼睛 这才是灵魂的 嗯 过分 要的就是这个味 来到我们慈县的朋友 一定要品尝一下这道美食 别让自己留下遗憾 今天大姐和小妹来我们家吃饭 点名要吃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我已经好久没吃这道美食了 要不是家里来客人 你还不给我做呢 以前家里边穷 只有办喜事的时候 再上一次 现在不一样了 只要有客人来 就会做 但是这个最重要是 必须用大锅做 只有大锅做出来 才反正 现在这个炸丸子 只是第一步 上的冰糖 下的厨房 让不上炸丸子 下入葱姜蒜 下入冰糖 香味也入口 把肉煸出油脂后 放入生抽老抽上色 下入白菜 没事没事 防豆芽 豆腐 翻炒 这锅出来绝对好吃 加入清水 再加入粉条 粉条都是洗过的 非常干净 再加入蚝油 好了 让它炖上十分钟 你啥时候换了个新手机 你之前那个旧的呢 在转转回收了 每次换了新手机 我都会把旧的放在上面 翻新回信 下个单就有工程师上门 回收价格很能到 而且打钱又快又干脆 是吗 那挺方便 当然了 关键是当面清除隐私数据 回收还是这种靠谱大平台 方便又省心 总之 听我的 处理手机平本比一本 就去转转就对了 好了 现在再加入 粉疙瘩 也叫皮炸 鲜粉皮 这个是我们瓷腺的特点 就瓷腺 其他地方都没有 加入蒜苔 把丸子都倒进去 正宗的瓷腺大锅菜 就好了 人生三大碗 就是这个 就是出生的时候要吃一次 结婚的时候要吃一次 还有最后的时候要吃一次 这就是我们瓷腺最地道的美食 只有大锅才能做出这个味道 所以凭啥想吃的话 就约上家人好友在一起 做上一锅香喷喷的大锅菜 一人一碗 简单又满足 这几天一直忙着在外卖鸡嘴 也没有好好照顾他们 正好明天我们要出一趟远门 今天把这几只毛孩子 全部都给大家打个招呼 看镜头 害羞了 怎么害羞了 好长时间没上镜 害羞了 看镜头 以前可爱往镜头前面钻了 我最近有点害羞了 能过来吗 OK 咱洗这边 站好 你再跟他洗吧 我去做饭去 我们老家的小女下来了 今天就用她来做一个 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 这道美食外地的朋友 你们肯定有没吃过 先把洗净的小米 放到破皮机里面 按个果树键 把它打成米菇 好了 打成这个样子就行了 一会让大姐和小妹都过来 这次多做点 我又嫌了 舒服不舒服 从来又嫌在这这儿 哎 好了 这些都差不多了 走 准备开始做 今天人多 得多做点 水开后放入粉条 好了 粉条煮软后 就可以当米菇来 哎 下锅 哎 老公帮我饺着一下 炒一下份 放点盐 放点十三香 炒豆腐皮 四季青 小时候上学总要路过人家的一个地方花上五毛钱喝上一碗这个可满足了你知道吗 最后加入灵魂芝麻盐 最后加入灵魂芝麻盐 谁给他鸡肝的 然后再加入花生米 你做什么呀这么香 这五香豆沫 一会喝啊 反正能喝两碗 再做几个肉加模 来 来 开饭了 这个豆沫放点芝麻盐最好喝 嗯 芝麻盐是灵魂 所以 外放点 再放点 嗯 哎 太满足了 知道啊 今天老公要做我们当地的特产 我们这里只要有贵客来的时候都会拿这道菜去招待 下一次做一大龙都没多吃 这次咱们做点了 这只鹅经过上次和金毛的决战以后 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家里的霸王了 红薯粉条煮到用手可以掐断的时候 捞出过下凉水备用 第二步开始炒酱 咬的香离不到葱蒜酱 做这道美食 记得葱蒜酱一定要多一些 把葱蒜酱炒香以后开始价料 详细配方我已经打在视频上方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把炒好的酱料趁热放到粉条里 这道东西是最关键的 加入淀粉 这一步是这道菜的灵魂 必不可少 比例是一斤粉条七两千 加入后迅速搅拌均匀 上锅了 香啊 这道美食的灵魂拌 就是这个酥肉 一定要配上这个吃 自国看烧烤 云南看泼水 那么河北看大席 大火再蒸四十分钟就好了 你啥时候搞了个苹果手柄 你是不是藏四万钱来的 我哪里敢啊 这是我左下角活动领的 你也是胡果的吧 怎么可能 真的 左下角游戏厂商为了推广四月份 大版本更新 准备了超多福利 不仅用苹果书表 还有苹果平板 苹果十四 都是全新正品 而且这是苹果眼保 上线完成任务就能领取 我还给你领二台平板 不信你看 哟 还真是 这得换不少功夫吧 没有没有 金融桌下有链接 点击下载 注册剩限就能保佑到家了 产品随即组合发货 保底也有台平板 十四 不过每种福利都限量一千份 你也赶紧去下载一个 好的 我也去试试看 吉时已到 开锅 开锅大吉 走起 哇 慢点 哇 底下这一层更好 出锅 出锅了 我看这也不用送了 直接过来都吃了 你不听了口水感 得了多长 本来说要给朋友们送的 周边的朋友 竟然直接找上门了 这是我们河北的特产 我们当地称之为皮渣 你们那里叫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一位朋友 听说他回到农村 花两百万 改造了一所老房 今天咱们就一起去看看 在农村花两百万 改造的老房 到底有多豪华 走 欢迎欢迎 走走走 咱们干 走 你拿辣肉 你拿 辣肉也激动了 不行 喝点热水 热茶 那是我们自己做辣肉辣成 我见你这期视频了 是吧 我是真能干 啥能 还是有味儿跟你学习去 我们已经到小强哥的家里的小院了 我先带大家看一下 小强哥在农村花两百万 改造的老房里面 到底是什么样的 走 咱们先进去看看 一进门是个罩币 像我们农村建房子呀 每家每户都有一个这样的罩币墙 一进来呢 首先是一个前院 左手边呢 是一个高山流水 虽然现在你看不出效果呀 但是到夏天的时候 景色可漂亮可美的 你们猜一下 逛这一处花费了多少钱 这边呢是前院的堂物 虽然外面看的有些年代感 但是里面是别有洞天 走进去 哇 这么漂亮 一个茶室 宽敞吧 对 来往这儿看 看一下这个瓶峰 我看看这有多少年的年代感了 比如说黄金的年龄茶 对 来 咱们七年后 八年后的钱吧 看一下这个 还真是这个吧 00后现在应该都不常见了 这还是我小时候记忆中叫乔鸡 对 这是我们小时候才能见到的东西 对 现在很不常见了 对 来 这边是一个茶锅 哇 这用石木做出来一个茶锅 整体的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台灯 你看 看这个造型 哇 这个灯造型好漂亮 有失忆感 多有失忆感 对 搭配上后面这个架子 你看 你好看 而且这个架子的木头 都是用香蕉蜂做的 一摸 手上都是香蕉味 真的 我可喜欢这个了 太有意境了 是吧 对 走 我们现在去新屋看看 走 来 这里面呢 是一个书房 哇 镜头往上看 这里看 看到吗 上面还有建房的日期 1974年 到目前为止已经50年了 哇 太厉害了 平常的时候 也想三五个好友坐在这里 微乳暖茶 聊天看书 可惬意了 你知道吗 来来来 姐妹们再看这个 这个 哇 来看看这个东西 我看到这个时候 我很惊讶 因为像这种东西 我之前一直是在电视上见过的 我真的没有见过食物 对 看这个铜镜你就知道 它的年代感了 对 这个一看铜镜就体现出它的年代感 是吧 对 太有感觉了 我喜欢这个 为什么 太有价值了 哈哈哈 因为之前 酥不酥 哈哈哈 其实啊 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院子 你知道吗 看中间有一棵树 夏天的时候 哎 在树下乘着凉 坐在这个小石砖上 品着茶 听着这个流水声 观赏着鱼 这不就是电视里面 诗情画意 对 唯美的 就画面了 可唯美了 想想都觉得很好很好 这还是前院 咱们现在去后院看看 后院才是重点 走 对 这个景色 明年夏天来的时候 一定很美 可漂亮了 知道吗 对 哎 看一下啊 这有个小细节 这是这个房主 小强哥 你看底下有这个圆形 他寓意的什么 天元地方 你看吧 个小细节 细节满满 这还有设计感呢 对 这个呢 是后院 后院呢 小开 都是全家人记住的地方啊 那首先 咱们右手边这一台房呢 是 餐厅 讲卧室 你看 往上看 上面有一个大露台 看到了吗 露天阳台 夏天朋友来的时候 可以在上面 烧烤喝酒聊天 来 来看一下这个 钢 这个钢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院子的中心 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个钢 在这放的意义是什么吗 肯定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就不多说了 这边是一个凉亭 尤其到下雨下雪的时候 就在这里面 吃火锅 聊天 可爽了 来 来 来 小姐 小姐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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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粉丝 我是粉丝 粉丝 我是粉丝 这凉亭 全部都是食物的 小强跟我说 光这个凉亭花费了 差不多四万元 哇 人家做这个凉亭也太漂亮了 对吧 对 多雄伟啊 对 来 你说身后呢 这是 窑洞 大家能看到这个造型了吗 这是两个窑洞 据说这是民国时期建造的这个窑洞 啊 现在差不多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哇 我现在带你看看 这个窑洞里面是什么布局 登登登登 看一下 哇 漂亮吗 这种造型格局还是第一次建 是吧 对 哎 这边呢 是休闲区 这是 睡觉区 然后人家这个床头都是拭木的 啊 然后这个里面的是洗漱区 啊 是吗 是吗 哇 这设备也太全了 是吧 对 设备齐全 尤其是人家这个床头 我们看这是造型 多奇特啊 对 对 啊 而且这个窑洞呢 它是冬暖夏凉 你看整个房间没有空调 也没有地冷 但是冬天一点都不冷 而且夏天一点都不冷 这就是住窑洞的好处 所以这个窑洞就是人家的主 啊 哈哈哈 啊 一过去两个房间 另一个房间就不带大家看了啊 两个房间是一样的 嗯 带大家再看一下咱们的户脉露天阳台 好 是不是 常不常亮 常亮 尤其到夏天的时候 哎 叫上几个朋友 在上面吃烧烤 happy 聊天 双脚 太魅了 是不是 对 其实我们家就需要一个这样的地方 而且站在这里就能看到咱们整个后院的面貌 看到吗 视野感也比较好 你看 咱们后面就是太行山 这个下面呢 是客房 平常朋友来的时候就小住一下 就不进去给大家诊试了啊 这边呢 是一个厨房 平常做饭的地方 小峰正在做铁锅炖呢 来吧 快下来吧 开饭了 好 快我们吃饭了 走 我们再吃饭 开饭了 哎 哎 哈哈 哈哈哈 İzlediğiniz için teşekkür ederim.